OK,好,這裡的話,我先給大家看一下那個作業1的題目 就是你們也可以稍微就是說,不用在那個Google Classroom上面回答 你們先直接就看一下,就是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假設說有一個,現在手上有一個你要處理的檔案記錄 裡面有參與者的出生年跟實際年齡這兩筆資料 然後請問,因為這個是在這本電子書第二章 我這邊只有翻譯到這個測量尺度 在這邊,你們自己也學過統計 也應該之前都有聽過這幾個名詞對不對 名義、次序、等據、比例 那麼這個第一次的作業的問題就是 第一個就是問出生年跟實際年齡 應該用什麼樣的尺度來處置 就是說你放在一個資料裡,你應該要把它設定為什麼樣的測量尺度 好,這是第一個問題 好,那第二個問題 就是你們自己現在每天是不是都有在搜索 不管你是為了要做作業還是說你自己想要買什麼東西 或者是要找什麼資訊,你都要搜索關鍵詞對不對 好,那麼請問一下你們覺得關鍵詞的搜尋紀錄 好,關鍵詞的搜尋紀錄應該要是什麼樣的尺度 好,那我這邊,我在這裡我列一個 我就做一個提示還有一些參考給大家看 就是說,你一個資料 今天有一個資料 好,我只要這樣子放大一點OK了 好,就是一筆資料 資料你要用什麼樣的測量尺度 你必須,你應該要,你要首先要想的是 你要從這個資料中取得什麼樣的資訊 好,那再來相對的 這個是一個思考這個問題的角度 另外一個角度就是使用這個資料的人 想要從這個資料中取得什麼樣的資訊 OK 好,這是我的一個給大家 算是說一個開場 那個要設計這樣的作業給大家的第一個想的一個 想的一個 我要,我就是 其實就主要是要讓你們去想這樣的問題 那我在這裡,我是給一些參考的 就是可能的 我說可能的,不一定是正確的 好,那就像是剛剛 因為在這個題目裡面有提到三個資料變相 出生年,實際年齡,還有一個關鍵詞的搜尋記錄 我在這邊我只要提示 每一種資料變相 你都 因為如果從這樣的一個 處置資料的一個想法去思考的話 你要處理任何的資料 你都可以至少有兩種以上的那個想法去想它 去想你要怎麼去處置 好,例如出生年 如果說你在乎的是這個 有就是帶著這個資料的這個人的社會被子 那可能比較適合的尺度 其實就是民意尺度 那另外一個方面你可以去想的就是說 你想要知道一個社會的人口結構 你會注意到這兩個思考的背景是不一樣的 個人的背景跟一個社會的人口結構 你去看一筆出生年的資料 那你要用的尺度呢 就各有不一樣 會比較適用的情況就不一樣 那我這裡 你們自己可以想想看 我為什麼我這邊分別是給 一個是一個就是在這裡是給模 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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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給等句 會有什麼 我是基於什麼 我會基於什麼樣的想法 去處置這樣的資料 那再來 那再來實際年齡 自由實際年齡跟出生年 不見得是一樣的 就是說 因為你有可能你在記錄這個 你們可以想想 你們可以想想 如果說一個資料戶 他有出生年 還有實際年齡的話 你們會覺得說 要去看哪一個變相 才會是比較能夠 有比較一致的計算結果 如果特別是說 當我們知道說 這個資料戶是十年前去搜集的 那所以說這個實際年齡這個欄位 有可能是指十年前那個時候 這個人的實際年齡 並不是他現在的 你在處理這個資料當下的實際年齡 然後這個就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另外在這裡 我這邊所提示的這兩個狀況 也是從個人的跟一群人去看待 個人的健康狀況 跟一群人 你要去看一群人的健康指標 這個意義就完全不一樣 那自己的意義不一樣 那其實你們 我這邊 我列出這樣的比較 你們可以注意到 那個會使用什麼樣的尺度 是因為我們要從這個資料 找出的資訊是不一樣的 OK 那這裡這個實際年齡 如果是你去看那個個人的健康狀況 它可能 它可以是民意 也可以是次序 那就是為什麼 如果是看次序的話 它跟民意齊度多了什麼 就是多了那個 如果說 雖然說 這也是說看個人的狀況 但是如果現在說 有好幾個人的資料 有次序尺度 我們就可以去有一個 就是說比較的依據 我們要主要這個用尺度 它們各自有各樣 有各式各樣的用 然後一群人就更不用說 那一群人我用等比 那是因為實際年齡可以有一個零點 等比尺度能夠使用的時候 它是因為你用的數值有一個零點 可以讓你去做那個倍數的比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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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